昨天 女士的法则开播 剧情展开仿佛做了火箭 尤其是男女主的感情 江书颖演的冷面欲见美女律师 许杰 米云田园小事 狗送修 满打满算不到两极 看着蓬蓬憨厚淳朴的脸 她演江书颖的年夏男友 一不够奶 二不够狼 只能是姐姐的中拳小土狗 没有说小土狗不好的意思 只是美女姐姐的套路太深 太犯规哦 在月黑风高的晚上 坐在浴缸里让弟弟近身 送东西什么的 纵然是乖巧胆小小土狗 在暧昧范围加持之下 忍不住意乱情迷化身为狼 主动地伸出小爪子 浅浅地吻了吻 美女姐姐那么一小口 恭喜 洒花了 渴望吻戏的蓬玉唱 终于盼来了这么一天了 你以为只是一场吻戏 不 女士的法则 弥补了我们蓬蓬多年的遗憾 这回拍吻戏过瘾了吧 被姐姐抚摸 安抚式的亲 以及被姐姐亲的举足无措 耳朵都红了 类似闪白铁 被霸走 气得场景很多 男女主 语中相拥亲亲 我已经控制不住脑补 狗血吸马了 早先彭玉唱 接受采访时 最初的想法 最想接到的角色 就是要有吻戏 到后来的 感情戏重不重要 无所谓 有吻戏就够了 要求不高 但是说归说 蓬蓬的索吻之路 道足且长 但好在一直没有放弃 如今吻戏不仅有了 还超额完成 质量如何呢 好看的吻戏 让人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有流动的情欲 而小土狗的吻戏呢 有爱可遇 姓张力不足 尤其是玉刚吻这一幕 浪费了这么好的场所了 为啥呢 一个是脸 娃娃脸的彭玉唱 我们在高中生校园剧经常见 前脚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呢 后脚跟淑女谈恋爱 咱思想上不太接受 另一个是身材 韩剧最喜欢在前几集 直播欧把洗澡走了 李敏昊这直角尖 这安全感十足的臂膀 竟让女生观众尖叫的性感 而彭彭这是圆圆的肩膀 叫胖 其实彭玉唱这部戏里 已经瘦了很多 但奈何 小土狗被撩的这场戏 她穿的是衬衫加T恤 世界上鼓鼓囊囊的 如果是这样的身材 亲亲这边建议您也脱了呢 再不济 这样也行 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哎 脸没救了 只能希望彭玉唱 好好锻炼身体了 让大家看到质量更高的吻戏 彭彭最初进入娱乐圈 并不被看好 资源也一般 出道的第一部剧 是《太子妃生殖记》 一部低成本的网剧 《淡火了》 主演张天爱 任嘉伦也都因此爆红 但彭玉唱在剧中饰演的 只是一个小配角 并不抢眼 好在后来遇到了 大象席地而坐 虽然这部影片 彭玉唱片酬只有3000元 但最后他却凭借着这个角色 成功地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当时彭彭还只有24岁 看着这几年彭彭的爆红 很多人会猜测 彭玉唱是不是家里有后台 资源这么好 其实并没有 当初彭彭选择进入娱乐圈 家里人是反对的 家人里没有从事娱乐行业的人 没有人可以为他指导和帮助 说白了就是没有靠山 没有资本 后来彭玉唱参加芒谷台节目录制之后 父亲还十分的担心 问老师彭玉唱的表现 老师对于彭玉唱给娱乐莫大的肯定 这才让彭彭的父亲放心 所以彭彭有现在的成就 都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得来的 闪光少女的 电影虽然评分不高 但是彭玉唱饰演的 李游呆萌可爱 虽然平凡 但有自己的闪光点 凭借着这个角色 让他获得了上海电影节 亚洲新人奖 最佳男演员奖 彭彭自己说过 自己就是一个这样平反 但是却有闪光点的人 之后的快把我哥带走 彭玉唱前期的耍剑 到后期的真情流露 眼里浅着的泪水 让人一秒入戏 虽然彭彭给人的印象有点憨 他饰演的角色 好像和本人也不搭边 但是他却能演出人物所需要的感觉 可塑性很强 他说过他只想做一个 别人看到他就会说 彭玉唱演得还不错的演员 他就很开心了 如今看来 他在逐渐地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未来可期 请记住一个 一直想要拍吻戏 但是却很优秀的演员 彭玉唱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订阅 观看 联系